缩到台风的边缘 越过南台湾 外围环流 加上了大潮还有海水倒灌 让澎湖很多地方都出现了淹水情况 气象战就表示了 台风原先预估的路径会经过澎湖 还好最后转弯 否则灾情会更加惨重 海水打过十里防波堤激起真正浪花 人站在岸边仿佛下一秒就会被卷走 而西雨乡的小门渔港因为海水倒灌 水面已经和路面齐平 有些甚至淹过马路汇聚成一片小池塘 在市中心的渔港旁海水淹到半个轮胎高 民众骑车经过渐起水滑 交易战员工连连探头确认淹水情势 而另一边海水逐渐灌入路旁的工厂内 远景拉起封锁线管制人车降低危险 越上大潮海水涨得太快 船快要跟陆地同高 渔民赶紧调整缆绳 替渔船加固避免船只受损 苏拉台风擦边球路过台湾 带来台风外围环流 又是否大涨潮 澎湖才会出现海水淹过陆地的情景 刚好是天文的大潮 苏拉台风又很接近 海水就紧到路上来了 气象战说苏拉台风遇过了路径 会经过澎湖 豪险突然转弯 而不是直接清洗 否则满潮加上大浪 渔船的损失恐怕难以估计 所幸目前只是造成暂时的不便 没有传出严重的灾情 记得澎湖综合报导 受到了沉降作用的影响 在苗栗新竹的交界处 昨天下午 气温飙到了摄氏40度以上 打破纪录 创下了全台最高温 头份室有民众说 这是有史以来当地最热的一次 刚开学的小学生只说热得受不了 因此校方提早开冷气 也呼吁同学们 不要到户外活动 以防中暑 明明都入秋了 但头份国小所有失神热到汗流夹背 比夏天还难受 看看学校的气温监测站 30号下午1点多 测得最高温度40.3度 创下全台湾最高温打破纪录 开学第一天 学校就被迫启动应变措施 开冷气降温 只能做了吹电风扇 还有冷气啊 汗和冰水 好结束 31号上午 根据民众的车内温度计显示 仍然达到42度 直到中午过后天空中的云层较厚 头份市区才逐渐降到35度 因为实在太热 连凉鞋的买气也跟着升温 有史以来是我自己经历头份是最热的时候 客人都在找凉鞋 真的是受不了这个天气 气象局表示中部气温飙高 主要是第9号台风环流沉降影响 这样的情况可能还会持续一两天 受到有点历史焚通的现象 所以整个温度大概从早上 大概8点开始飙升 然后整个相对湿度也大概从八十几 开始一路往下降 加上最近山区气候不稳定 气氧站呼吁除非必要 竹苗地区的民众应该避免户外活动 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 防止热伤害 记得张鑫杰苗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